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2020年 美国五角大楼首次公开承认了三段网传UFO画面 随后又释放出一系列UFO的影片 国会为此召开了听证会 可听证会之后呢 四年过去了 至今没有下文 有人因此怀疑美国正在刻意隐瞒外星人的存在 也有人对此展开了更深入的新闻调查 所以这桩悬案如今究竟如何 故事 我们从这位记者强敌的调查说起 2004年11月14日 美国加州外海 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正准备启程前往波斯湾 突然雷达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光点 记者强敌拿出当天的军事报告说 他们注意到多个物体 从18000米的高度骤降到15米 仅仅几秒钟而已 这不是人类飞行器 因为18000米 这几乎是民航客机的两倍高度 能飞上这个高度的人类飞机 本来就趋之可数 更何况它能在几秒钟以内骤降到15米 军事报告里接着说 他们在短暂悬停以后 又以超高速度离开 拥有某种先进的加速能力 表现出弹道导弹的特征 可是却没有因此而产生音爆 不仅仅是迪米兹号航母 附近的普林斯顿号也看到了 他们的雷达操作员还以为这是雷达故障 但与此同时了 迪米兹号上的王牌飞行员戴维·弗拉沃 已经在高空难节中误读了这一物体 弗拉沃认为 它是一个12米长的白色椭圆形 很像零时滴答堂 滴答堂悬停在6000米的地方 没有推进其雨流 也就是没有那个热尾焰 我们这里看到的 就是被五角大楼承认的迪答堂影片 那天 弗拉沃与埃尼克斯奉命驾驶者 两架FA-18战机升空拦截 战机挂载着武器 海面上晴空万里 当他们到达现场以后 发现海面上似乎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弗拉沃说 当我向右下方看的时候 我后座的武器官吉姆说 嘿机长你看 话还没说完 我就看到了 那到底是什么鬼 原来水面之下4到6米的地方 有一个十字架形状的物体 30米左右 和一架波音737相当 它上面的水龙似乎正在沸腾 而沸腾的水面之上 又有一个物体正在盘旋 说到这里 弗拉沃和埃尼克斯一同指出 这种盘旋就像乒乓球 在沸水白浪之间 一架迪达堂正在弹来弹去 没有加速度可言 轨迹非常随机 随后 弗拉沃调转方向 朝着迪达堂和十字架俯冲靠近观察 突然 弗拉沃表述 就像不露一声 迪达堂突然闪现到他们身旁 紧接着 迪达堂又出现在离他们机头非常近的地方 眼看着就要撞上 但仅仅半秒 迪达堂以某种字面上 可以叫做加速的方式 离开了 这种加速没有推进器 没有机翼 不到半秒 消失不见了 弗拉沃惊魂未定 但无线电里却传来了航母雷达掌的呼叫 他说 那东西又出现了 就在航母旁边 仅仅几秒钟而已了 这东西竟然已经顺移96公里 去到了航母那边 当弗拉沃返回航母 迪达堂决定再派出一架飞机 携带红外摄像机去搜寻 果然 迪达堂再次出现在了红外镜头当中 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当时红外镜头拍摄的画面 也是被五角大楼承认的现场录像 不再是飞行员的描述和回忆 而是镜头里十分清晰的一枚拖圆形糖果 长14米 没有热尾烟 没有飞行翼 一瞬间相右 突然离开了最终视野 这就是强敌调查的切入点 他融合过艾美奖 同时也经营着一个YouTube频道 他认为这本应该是一条永不公开的影片 但他却于2007年意外出现在了一个UFO网站上 当时大家不以为然 本以为他就是假影片阴谋论 可13年以后呢 2020年 他却成了五角大楼首先承认的三段UFO影片之一 随后 五角大楼相继公布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画面 他们全都来自美军先进的雷达和战机 比如2015年1月 两架美军战机奉命在美国东海岸追击UFO 影片中还有飞行员的对话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对话中一共有三个重点 第一 这东西有很多 是一个编队 雷达里只锁定的一个而已 第二 这东西一风飞 飞得极快 第三 这东西会边飞边转 完全蔑视我们已知的物理规则 因此它被叫做万象节 这是五角大楼首批承认的三段影片之二 几天以后几乎是同一海域 一名海军飞行员又用雷达捕捉到了一架 急速移动的小型UFO 锁定以后还能听到飞行员激动的呼喊 这是三段影片之三 还比如2019年6月 一艘驱逐舰杀 随手用夜视仪对着天空拍摄 拍到了这样一个飞行的三角 还在发着闪光 7月 一艘战裂舰的夜间红外衣 又拍到了这样一个物体 几番移动之后 悬停了几十秒 突然神秘消失 同时我们听到拍摄者在说 水花了水花 看来更清晰的视野里 它是一头扎进了海底 同年3月 一位战机后桌的五官 也拍到了这样一组照片 先是一个金属的飞艇 接着是一个羽状的球体 然后还有一个金属三角 2021年 一位飞行员用手机拍摄窗外风景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东西一扇而过 你看清了吗 的确是一扇而过 太快了 当我们把它放慢 原来是一枚银色的三角锥 这究竟是什么呀 同样的物体 似乎还出现在了 2014年的弗吉尼亚海岸上 当时两架FVA-18爬升到3600米的时候 忽然发现窗外有一个锥形的银色物体 在悬停着注视自己 仅仅30米的距离 差一点就撞上飞机了呀 而且据飞行员汇报 这东西已经在这里困扰了他们8个月持久了 等等等等 强力指出 截止到2021年6月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称 2004年到2021年 他们一共收集到了144份相关报告 其中80份由多个传感器 也就是从多角度共同拍摄 随后在国会听证会上 这份报告将上述未知飞行物描述为UAP 未知空中现象 不再使用UFO不明飞行物的称呼 至于原因 报告中也有指出 UFO已经被污名化 情报办公室在收集UAP的过程中 遇到的一大挑战 就是飞行员们羞于汇报自己的目击情况 这是社会文化所造成的 每当人们听到一个飞行员说 他看到了UFO 总会首先认为他缺乏科学精神 比如前面在节目中讲述过 低答堂事件的女飞行员 爱丽克斯 他被华盛顿邮报描述为一位 十分务实的少校女飞行员 可上过节目以后 他却不得不站出来发影片澄清 自己不是一个UFO爱好者 不是一个阴谋论者 社会看待自己的眼光已经变了 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冲击 但自己不过是如实描述了遭遇而已 同时强敌还帮我们挖掘出来了这样两段采访 首先飞行员瑞恩说 也许我们中队80%到90%的人都见过他 但是你会成为那个向上级汇报的人吗 嘿长官我今天看到了一架UFO 我们必须调查 除非那些东西真的差点撞到了我们 我们才会在返回后的安全记录里填写他 另外一段采访中 瑞恩又描述 经常我们返回以后会互相抱怨 今天又差点装上那东西 虽然那东西并不一定有名字 但大家都懂 因为大家在天上经常见到 瑞恩将它描述为一个黑色 或者深灰色的立方体 立方体外面还有一层球形外罩 时而透明 时而半透明的 像个气球 多半时间是悬停状态 但有时候呢 也能观察到他以0.8马赫的速度巡航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 是 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 有一次他甚至还连续13个小时 悬停在我们上方 到此为止 强敌认为 这就是2021年UAP报告和国会听证会的重点 安全 一方面是飞行安全 如果发生碰撞 数千万美元的昂贵飞机和飞行员的人身安全 都将受到严重损失 另一方面呢 则是国家安全 如果一个东西能长时间悬停在美军上空侦查 那无疑是潜在了国家安全巨大挑战呢 比如报告中还指出 大多数UAP都出现在美军计划展开训练以前 和正在实施演习和军事行动当中 这很像某种侦查行为 甚至就连那条著名的S1三角 也在调查中被怀疑是因为镜头灰光而产生的无人机误拍 而且有武器专家指出来 它的三角位置和闪烁频率很像德国的无人机 所以在强敌的调查中 他认为美军在报告和听证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 并不像刻意在隐瞒外星人 他们只是真的很恐惧这些UAP 认为他们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但同时强敌也指出 当有人质疑 报告中说有144起物机 其中80起多角度拍摄 但为什么听证会上展示的和对外公布的内容如此之少呢 只有区区的警力而已 美军发言人竟然这么回答 更多的影片一旦公布将危害国家安全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似乎逻辑前后矛盾呢 和前面刚刚说UAP威胁国家安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逻辑跳跃鸿沟 强理指出 社会舆论总是责备那些从不明飞行物UAP 直接跳跃到外星人入侵 外星人改变历史的荒诞故事 但事实上 这是我们大佬对未知和复杂局面的时候 一种本能的脑补 我们会因此而找到逻辑连贯性 然后用这种逻辑连贯性呢 来跳出未知的恐惧和复杂局面的困惑 可是2021年的UAP调查 这是美国自1966年以来 最严肃的一次官方调查和听证 可最后的结论 却依旧是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 这就不得不让人脑补让人遐想了呀 同时强敌还隐晦的指出 150年前我们还驾着马车 可如今呢 如果把如今的科技跟150年前的人描述 告诉他们我们150年后 会拥有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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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科技 他们也一定会脑补 认为你们是获得了外星科技吧 这怎么可能 但事实上 我们一步一步走来 每一步都有据可循 我们的发展是连贯的 而非跳跃的 甚至在2022年的诺贝尔奖 授予三名研究量子通信领域的科学家 而量子通讯 这不正是违背了 我们已知物理常识的技术吗 像是飞行员看到UAP以后 惊呼的那种非人类科技啊 我们的科技实时发展 但UAP调查也应该像科技发展一样 用连续性的资料可查 如此逻辑条约 那就很难让人不脑补 不怀疑了 到此为止 2023年初 强敌的新闻调查结束 但这之后呢 美国情报总监帮容室 又陆续发布了 2022年和2023年的UAP报告 我们从报告中 依旧发现了强敌所谓的跳跃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美国究竟在隐藏什么 纵观2022和2023这两年的报告 我们会发现 物击总数越来越多 总共达到了657条 而对外公布的却越来越少 竟然只有三条 其中第一条 2022年7月12日 一架MQ9收割者无人机 在叙尼亚境内盘旋 突然一个金属球斜插入画面 这次影片没有声音 也没有镜头参数 这些东西在发布前 就已经被五角大楼模糊掉了 金属球划过以后 无人机镜头去追凶它 整整18秒 但当金属球依旧在飘移的时候呢 画面突然被切断了 这也很像是五角大楼发布前 就做好的裁切 为什么如此预概迷章 接着看官方发布的第二条影片 是同一线下 不同传感器的拍摄 地点是南亚某地 两架MQ9无人机在空中执行 然后一个速度并不是很快的东西 从镜头中横向划过 接着前一架无人机的镜头里 继续跟拍 我们看到这架UAP 似乎不再像2021年那样神勇 飞行轨迹速度都符合我们的物理常识 甚至这个镜头 我们都肉眼可见 它像是一架有机翼和诡异的飞机 果然 影片发布以后 很快也有武器专家指认出来 这应该就是普通的通勤飞机 镜头里那段光环飞行 这也不过是焦距过长 而产生的模糊现象 最后 我们再来看官方发布的第三条UAP影片 拍摄于2021年的美国西部某地 镜头中出现了三个独立的光点 看上去也很平常 并没有什么反常的飞行轨迹 果然 发布以后 专家解释来得更加彻底 直接调取了当地的飞行记录以后说 这就是当时正在通勤的三架商用飞机而已 视觉差 导致了光点移动很快的错觉 就这样 657条记录当中 精选出来的三条 两条被专家迅速识别 甚至就连第一条虽然没有完全识别 但通过各种地面坐标系的分析 也有专家指出来 第一 所谓的铁球 很小 30厘米而已 第二 铁球飞行的速度很慢 甚至没有超过当时的风速 是无人机的镜头移动 让我们觉得它很快 第三 综合各种原因分析 所谓的铁球 很可能是一个派对上 无聊优势的气球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哪有什么UAPUFO的 不过是没有拍清楚的人类飞行器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强敌所说的 不跳跃原则 一步一步推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确实是三条人类飞行器 可这是你故意从657条记录中 选好三条给我们看的呀 我们哪知道你剩下的654条是什么情况 于是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第二位 比记者强敌更冲的调查者 他叫做小约翰 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2021年 美国五角大楼为何突然承认 那三条网传的UFO影片 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仔细思考过没有 其实深挖这背后的故事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逻辑线 首先小约翰出生于1981年 父亲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曾经服务过好几项航天飞机和火星登陆计划 因此小约翰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对未知神秘和UFO很感兴趣 1996年 当他15岁的时候 首次通过拨号上网连上了互联网 联网后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直奔当时最流行的UFO调查网站 这个网站至今都还在运行 创办于1983年 旨在收集全球各地的UFO目击报告 据说有很神秘的官方背景 当时小约翰在网站上点开了一份 据称是来自美国政府文件的东西 文件中描述了一艘母舰飞越伊朗的情形 这艘母舰就像星海争霸里的神主母舰一样 可以释放出很多小飞机 文件日期是1976年的9月 来自伊朗德黑南省 当时伊朗和美国关系很好 所以共享了这一情报 文件中紧述伊朗皇家司令部的话说 四位平民在一天午夜 见到了天空中盘旋的奇怪物体 随即伊朗皇家空军派出一架F-4战机前去调查 由于物体太亮 很难判别它的大小 文件中这样写道 它发出快速交替的四色平散图案 灯光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以至于所有的颜色都可以同时看到 当战斗机距离该物体不足25公里的时候 飞机上的仪表盘和通信仪全部失明 撤离以后一切恢复正常 然后飞行员看到一些娇小的物体 从原先的物体当中被释放出来 以极高速度朝着第二架赶来支援的F-4战机飞去 随后这架娇小的飞机返回母舰 他们一起朝着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飞去 之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 房子里的人报告说听到了一声巨响 看到了闪电般的亮光 小约翰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无法理解这份文件竟然是真实的 来自美国政府的 他继续往下读 发现这份文件是通过所谓的信息自由法 请求而获得的 于是他决定亲自试一试 1996年8月11日 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国防情报局 寄出了一份信息自由法的申请 要求获得有关德荷兰事件的文件报道 大约两周以后他收到了回复 国防部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寄来了一份文件 与小约翰在UFO网站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竟然是真的 小约翰被惊呆了 随后小约翰开始提交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自由法请求 小约翰后来说 那会儿请求处理的时间比现在快得多 平均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得到回复 而今天等待时间往往以连维单位计算 到了1996年底 小约翰已经收到了好几份官方文件 这个时候他就心想 互联网上应该有一个储存这些文件的保险库 但他却怎么都在互联网上找不到 那就首先让我自己来搭建一个吧 于是著名的黑色保险库网站诞生了 截止到今天 该网站上面已经收藏了超过300万页的官方文件 全都是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获得的 接着时间来到了2007年 美国摇滚歌星汤姆德格朗给小约翰发来三份 据称是来自美军内部的UFO影片 这也就是后来被五角大楼承认的那三条影片 小约翰一看就觉得这事不简单了 于是他就开始就这三段影片提出信息自由法申请 然后这一申请就是13年直到2020年五角大楼埃于法律限制 才被迫承认了这三段影片的真实性 这就是整装UAP事件的最初起源 而继续深挖摇滚歌星又是从哪里拿到了这三段影片呢 背后的故事有点黄雕 这里我们只能说个大概具体细节会员频道细说 总之摇滚歌星声称三段影片来自黑客 而现实当中呢又确实有这样一位被美国全球通缉 号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计算机黑客的人 他叫做麦金龙 判发以后呢他竟然被英国保护了起来 拒绝引渡给美国 很可能作为交换 他把上万份来自美军内部的机密UFO文件交给了英国政府 据他自己爆料呢 其中不伐美军捕获外星人 反重力研究外星科技立项等等惊奇档案 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继续说小约翰的调查 美国究竟有没有刻意隐藏外星人呢 在小约翰看来 2021年的UAP听证会事件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 如果你熟悉历史上一系列美国目击UFO 调查UFO 结案UFO 甚至是污名化UFO的套路 那么你就很容易从中发现端倪 这当中的故事 我们还是回到2023年4月8日 继继续往下分享 这一天 与小约翰投赞了整整13年的美国乌鸟大楼 终于公开承认了这三份UAP影片的真实性 第二天 小约翰就继续提交了申请 交求公开更多与此相关的UAP影片 但是就像小约翰自己说的一样 现在有关这些申请的回复 速度以年为单位计算 申请实陈大海 哪怕是2021年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UAP报告 2022年国会举行的UAP听证会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美国UAP事件了 但小约翰还没有等到他那封无叫大楼的回信 直到2022年底 回信来了 来信的是美国海军信息自由法办公室的副主任 卡森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公开这些信息将损害国家安全 因为他可能为对手提供有关国防部和海军的各种宝贵信息 包括行动计划 军事漏洞 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 因此 这些影片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单独公开 同时 海军之所以能够解密那三段UAP影片 只是因为这些影片之前曾经泄露过给媒体 并且已经在公众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海军认为 他们已经对国家安全无法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何以发布这些影片 所以两年的苦等 小约翰就等来唱一封回信 他当然不服啊 你这不是摆明的说 我有很多UAP影片 但我就是不公开 就是不给你看 而在小约翰看来 你这无疑是违反了信息自由法呀 所以小约翰提起上诉 要求联邦法院裁决 五角大楼无权拒绝发布这些影片了 但这次五角大楼的回复更绝 叫做海军承认自己有更多的UAP影片 但请不要指望能够很快见到他们 因为针对他们的安全分级 发布需要漫长的审查周期 这话虽然说的绝 但小约翰还是从中秉锐的发现了端迪啊 言外之意 是UAP在你们内部有安全审查分类咯 那好我再申请你们公开这个安全分类种行的吧 我就想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类UAP 有没有第二类第三类接触 这是指海尼克分类法 由美军天文学家约瑟夫海尼克于1972年提出 第一类接触是目击 第二类接触是对目击者造成的物理影响 第三类是目击外星人 之后的456789类绑架沟通战争交配入侵融入人类社会 这其实都是爱好者的同仁延伸 海尼克于1947年到1969年 参与过三次美军UFO调研计划以后 提出了以上三类安全分类 就这样小约翰提出了公开安全分类的申请 随后又是苦等了一年 到2023年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这样两张照片 并且复文说这就是我希望的信息透明度 没错安全分类确实给你了 但碍于信息安全法 我们有权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打码 结果就这样 是一整张被全部码掉的表格呀 这真是让人去哭无泪 其实话说回来 这里有一份小约翰整理的文档列表 一共2780页 全都是他这些年通过申请而获得的 美国UFO调查历史文件 有兴趣大家可以一一详细查看 其实小约翰认为了 这些历史文件的价值很高 可以反映出清晰的美国隐藏外星人的套路 然而一一解读这些文件真的内容过于庞杂 我们不妨按照小约翰的思路呢 再来到美国国防部的官网 这里有一份2024年2月发布的UAP调查汇总 其中的故事真的就如同小约翰所说的一样 调查UFO美国自古有之 报告的发布单位叫做 全力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 这是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内的一个 专门负责调查UAP的指办公室 报告标题叫做 美国政府参与UAP历史记录报告 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卷 翻开目录 原来美国从1946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有关UFO的调查和研究 最早的一个项目叫做蝶子计划 于1947年12月30日正式展开 而恰好这年7月一架飞蝶坠毁在了美国罗斯维尔 这个故事我们专门说过 然后就有了蝶子计划 在罗斯维尔事件当中美军不是说 那不过是一个高空气球吗 为什么叫蝶子呢 接着是标志计划怨恨计划 著名的蓝皮书计划等等等等 这些具体的计划内容被一个都说来话长 总之打致过程都和我们上面看到的情况差不多 先是突然曝光的目击事件 然后是有模有样的调查 让人觉得美国就要公开外星人的信息了 但紧接着反转 说那不过是气球 不过是飞机 不过是镜头坏了等等等等 然后再又是各种荒诞的都市传说流出 就像有人故意在污名化UFO一样 接着历史一步步发展 就到了2007年爆发的UAP事件 这之后呢 原来美国对此专门成立过这样一些计划和小组 按时间排序 分别是先进航空航天武器系统应用计划 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 UAP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小组 空中物体识别于管理同步小组 空中物体识别于管理执行委员会 UAP独立研究小组和这里发布报告的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 进一步梳理他们背后的逻辑关系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 原来在2007年UAP事件爆发以后 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多数党领袖 就要求国会为国防情报局拨款2200万美元 用于评估这些UAP是否是外国先进航空航天器 报告显示最终的结果是 经费被用来与私营组织和公司 签订了12个科学领域的探索性研究 并发表了论文 这些论文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 UAP是否是外国或者某种地外的先进航空航天武器系统 第二 鉴别这些先进的航空航天系统是否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我们目前还无法读到这些论文 但是这些论文一定是揭示了某些秘密 因为报告中紧随其后的 就是美国很快成立了UAP特别工作小组 该小组的任务就是检测分析并编录那些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UAP 接着按照报告的逻辑顺序 后续发展很可能就是UAP特别工作小组 发现自己的权限不够 于是连续两步扩充权限 小组先是被升级成了空中物体识别与管理同步小组 他们拥有了调用所有美军同步协同的权限 紧接着又被升级为执行委员会获得了更高的现场执行权 看来美军真的是一步步从UAP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秘密 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断给小组授权呢 随后UAP独立小组和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成立 不然看出这又是进一步将已经授权做大的小组进行了拆分 分为研究和执行两块 美军似乎已经有了临场解决和幕后研究的具体流程 倒锤子这份报告的历史梳理部分完毕 接着这份报告当中呢 又着重描述了历史上美国太空计划中目击UAP的一系列具体情况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啊 很多都市传说的外太空目击报告竟然都是真实的 这也能和我们上周刚刚分享的太空鬼事相竞争 最终报告的第九部分 全域解决办公室给出了这份报告的终极结论 第一截止目前我们尚未发现任何经验证据 可以证明UAP是外星技术 或者是一个尚未向国会正式通告的本国机密项目 第二我们确定大部分目击报告 都是被错误识别的普通物体和普通现象 第三虽然许多UAP报告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但我们认为如果获得更多且更高质量的数据 大部分案件是能够被识别出来 并归类为普通物体或普通现象的 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报告第一卷 第二卷按照法律应该在2025年初进行发表 他将对第一卷当中很多概要信息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访谈 让我们继续期待吧 所以看完了记者强敌的新闻调查 小约翰的依法解密和美国官方自己发布的调查报告 你对美国隐藏外星人这一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也许UAP确实存在吧 但它真的不适合向所有人公布吗 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问问马斯克吧 他有几千颗卫星 按理说他应该早就见过外星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